哈利路亚 跟你旁边说很高兴看到你 戴口罩我有点看不清楚 再看一样好吗 跟你旁边说很高兴跟你在一起 这个是你们来实体聚会的一个好处 在这个家里面看荧幕 你跟旁边只能跟自己的家人 你就看不到其他弟兄姐妹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欢迎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聚会 我们讲的这个启示录 那么你会发现到了后面来 越来越精彩了 因为这个末世的光景 你可以看见 从这个末世的光景当中 我们看见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要看见 另外一个 从十二章开始 就看到这个意象 这个是 我们稍微把前面后面的经文 我们用这个图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到 其实你可以看见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在讲的七年的大灾难 有没有 那么在前面的这些的灾难事 你可以看见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七印 七号七晚 是不是 那么前面四是一个组 后面三 三是一个组 所以七个 四个印 跟后面的三个印 这是分开的 四个印 然后三个印 然后四个号 三个号 七个晚 三个晚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次序 那么你看见 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哪里呢 我们讲到那两个传道人 是不是 他们在地上那边传道 我们也讲到这一些 十四万四千个得胜者 我们就看见 虽然在仇敌的工作 有很大的 当神审判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仇敌在那边工作 我们也看见神的儿女们 那些忠心侍奉主的 他们也在那个地方 积极地在传扬福音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到 在十二章开始 十二章开始 讲到什么呢 讲到 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词 讲到说 有一个大红龙的意象 有一个大红龙的意象 然后这个大红龙完了之后 提十三章呢 就会讲到有一个兽 所以你大概有点概念 你曾经读过启示录什么龙 瘦了 这个就我们已经开始了 到后面呢 就会要提到瘦的印记 666 有没有 这很多人喜欢讲这个题目 事实上其实 讲启示录里面 不应该把焦点放在这个东西 但是久的人就喜欢 这有新奇的东西 我们后面会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讲这个大红龙摔下 大红龙 首先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可以看见 当我们一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征战里面 这个征战叫做属灵征战 那你意思是说 不信耶稣就不征战 不是 不信耶稣你根本没得选 你不信耶稣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在恶的一方 你没有善恶的选择 懂这意思吗 当你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国度 哥鲁西书说 他用了自己的血 将我们迁入他爱子的什么 国度 所以你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国度 所以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 我们是在这个善的一方 对不对 但是魔鬼的那个国度呢 跟基督的国度彼此是为仇的 所以这两个国度的征战 从一开始创世纪里面 他就开始了 从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开始了 但是弟兄姊妹 这个地上的征战 其实是从天上的征战来的 所以天上跟地上息息相关 在启示录里面 约翰写这个启示录里面 你也会发现 一下天上 一下地下 一下天上 一下地下 他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天上地上的关系 是密切相关的 地上离不开了天上 天上也离不开地上 天上的决定 决定了地下 属灵的征战也是如此 天上的征战得胜 决定了地下的征战得胜 好 那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看见 当这个 首先我们需要来明白 这个征战的双方 在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 他说他首先看见 一个大意象 是不是 看见什么意象 有一个妇人出现 所以他看见这个妇人 这个妇人是谁呢 这个妇人是谁 妇人呢 很多说法 我今天因为这不是查经聚会 我不一一讲这别人说 我就讲说 我所认识 我所看见的是什么 这个妇人代表着教会 这里提到说 她生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这个图画得不太像 我觉得很难 我找到一个图 因为要头戴 怎么样 他说生披什么 生披日头 对不对 然后呢 脚踏怎么样 月亮 然后头戴什么 十二星的冠冕 所以十二星的冠冕 还可以画得出来 是不是 那这个冠冕呢 代表就是得胜者 所以这个十二个星 就代表着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或者是说 这个新约里面十二个使徒 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用十二 很多都是用十二 来代表着这一个 这一些的得胜者 好了 你看见这一个 这一个妇人 在哥林多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 那边讲到说 讲到妇人 那么在以夫所书第五章 也讲到那个心妇 所以那个心妇 讲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教会 所以教会 这个妇人 代表着教会 所以亲爱的兄弟妹 虽然整本圣经里面的中心是基督 但是基督跟教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里面的一个关系 特别到了新约 你可以看见 教会在上帝 整个的计划的手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上帝怎么样执行他的职业 透过教会 因此教会很重要 跟你旁边说 教会很重要 教会很重要的意思就是 你很重要 你我聚在一起 这就是教会了 Amen 所以你看见过去这一年半 虽然疫情 好像在这一个 这个Virus 有人觉得说 哇 好像这个疫情 这个Virus 把教会打败了 教会变成不能聚会了 亲爱兄弟妹 你不要这样想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来打败他的教会的 Amen 我们可以看见 很多逼迫的国家 这个教会被关了 甚至不能够聚会了 但是教会有没有被关起来呢 教会有没有消灭了呢 没有 反而教会可能更加 反而是更加的增长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的旨意里面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那这个 刚才还没有提到 那基督是指什么呢 基督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大家所有的解经家里面 都讲的 都知道这是 基督是讲的 这个男孩子是指的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他将来要用铁杖 辖管万国的 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 有没有 辖管万国 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那边 又讲到辖管万国 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 就很清楚讲到 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是谁啊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骑着白马 然后跟随他的圣徒们 一起来征仗 圣了还要再圣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 约翰常常有时候 他好像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但他又从中间里面 就让我们看见 从园景里面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主的得胜 看见神国的降临 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吗 上次我们讲 对不对 他已经看见 那个神的国降临了 耶稣基督已经做亡了 所以呢 撒旦已经退败了 所以在今天 我们就要看见 基督的仇敌 撒旦已经退败了 所以接着 我们再来看 他这边又提到 善的一方还有谁呢 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加勒同他的使者 与龙征战 看了没有 所以米加勒跟他的使者 米加勒是谁 米加勒是谁 这应该知道吧 米加勒就是天使长 你还记得 戴伊利祷告吗 天使米加勒 是不是 所以在 启示录 还有犹大书 还有这个戴伊利书 这三简书里面 都有记载到米加勒 米加勒是一个战斗的天使 他是天使长 天使长表示 他下面有多少天使 你知道吗 有多少天使 很多天使 天使长就是管很多天使的天使长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圣经上没有记载 但是天使长米加勒 他跟他的使者 这就是众天使们 一同跟龙 还有龙的使者争战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善的一方 就是说 神的国度这一方 除了基督 教会 还有什么 还有米加勒 还有天使 天使天君 都一同在这场 争战里面 所以亲爱的兄弟妹 今天你是属于哪一方的 你属于哪一方的 你是米加勒的 你是属于基督的 这一国的 是不是 你是基督的军队 所以说有一首基督 基督精兵前进 对吧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精兵 从这一个主灵 争战的角度来讲 亲爱的兄弟妹 你信任耶稣 那一天开始 你就加入耶和华的军队了 你就加入了基督的国度 你就加入了上帝的军队 Amen 跟你旁边说 我们是一路的 同志 跟你旁边说 同志 亲爱的兄弟妹 我们在一场征战的里面 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 这个对方是如何 是不是 孙子兵法里面说 知彼知己者怎么样 其实我们大家都错了 知己 这个真正的孙子兵法 他的讲法不是这样 他是说什么 知彼知己者 百战不戴 戴一个戴 一个台 不戴 戴是什么意思 戴是威胁 所以不是说知己知彼 你就百战不胜了 他说知彼知己者 百战不会危险 下面再继续讲 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 你不知道对方 而只知道自己 一胜一负 你不知彼不知己 你对对方不认识 你对自己也不认识 每战必带 每战必带 就是每一次打仗 都很危险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 我们要认识我方好友 是不是 认识你旁边 我们是友军 你不要自己乱打 弟兄姊妹 请你跟你 如果你太太在你旁边的话 夫妻在一起的话 请你跟你旁边说 我们是友军 如果你的弟兄姊妹 在你旁边的 你跟他说 我们是友军 Amen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敌我 是不是 我们常常敌我不分 这里提到说 这一个比 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 红龙 好 这个红龙 我听过一个 说是叫先知的 我不讲他叫什么名字 和解是 在华人教会 蛮popular的 但他不是华人的先知 他是一个外国人先知 人家称他叫先知 有一次我看到 有人转一个视频给我上 我就上去看了一下 我才看了大概五分钟 我就说乱扯一通 现在真是一些 对不起 不是说每一个先知都乱扯 这些很多先知乱扯一通 圣经都不清楚 就是凭着自己的一个 看到什么 想到什么 然后就变成是先知了 他说这红龙呢 就是指的什么 中国 因为红色 中国的国家的颜色是什么 红色 所以 然后龙 他就把石 中国要学起 中国变成一个超级的帝国 就是说你讲了这个 请问你注意看看 上下文看一下 请注意上下文 你仔细看一下 你看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除了讲红龙之外 接着讲什么 红龙接着就讲大龙 有没有 第九节就讲说大龙 对不对 大龙就是谁呢 就是那骨蛇 所以红也好 大也好 都是形容词 主要在讲这个龙 对不对 那上下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龙是谁呢 龙就是那个骨蛇 就是在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 引诱下花 使他去吃不开吃的果子的 那个蛇 他就是撒旦 他就是撒旦的化身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异教或者是撒旦教 这一类的 他们喜欢拜蛇 我们到伊拉克去短宣的时候 这个龙东还有高章 跟我们一起去的 我们去看着他们那边的 亚兹敌族 他们就拜蛇 亚兹敌族 就是那个有三千个妇女 被那个ISIS 他们抓去当姓卢的 那一个民族 我们去伊拉克短宣 主要是去帮助这个族 但是他们所拜的 其中就是有拜这个蛇 所以你可以看见 仇敌魔鬼从一开始 他就在那个地方了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那魔鬼在一开始 他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 那么接着在这里讲的骨蛇 还接着他又讲这一个 我们的对象 他叫做魔鬼 魔鬼 魔鬼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 就是毁谤者 毁谤者 false accuser 魔鬼就是毁谤者 他最喜欢毁谤的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当你想到魔鬼 是毁谤者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什么 毁谤者 我们会不会毁谤别人 我们会不会accuse别人 会不会 我们不明就里 我们听了一些传说 然后我们就开始毁谤了 有没有 哎呀你看葛牧师怎么样 怎么讲 哎呀你看看谁谁谁 张牧师怎么样 你看看高牧师怎么样 你看看那个 那个永利怎么样 你看谁谁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这些话 有没有 都没有感谢赞美主 就是没 也许你在外 在教会没有听到 在家有没有听到 现在居家逼宜时间 多一点了 是不是 所以魔鬼就是 那个毁谤者 那么这个毁谤者 英文叫 accuser 好 那你接着 他又提到说 这个魔鬼呢 是昼夜在上帝面前 控告我们弟兄的 有没有 所以呢 他有另外在这个地方 一个名字叫做 控告者 所以其实 又再重复他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 显然是魔鬼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个性 是不是 他喜欢控告 他喜欢指责 他喜欢去告你 他喜欢指责 所以这个控告者的 这个原文的意思 就是控告指责的意思 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记得 在约伯记第一章 上帝 上帝在那边开天庭大会 然后撒旦也来了 有没有 然后呢 撒旦在那边来回走 然后上帝就说 你看了没有 你看约伯 你看他完全正直 对不对 他敬畏神 他远离二世 哎呀 所以上帝非常满意 上帝有这么样子的 一个子民 他在那边 当众地表扬他 结果这时候 撒旦做什么事情 撒旦说 嘿嘿 上帝啊 怎么 OK 上帝就说 撒旦就说什么 他说 约伯敬畏神 启事 无故 这个口文很像不像 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啊 像不像啊 当这个蛇跟 亚下挖 怎么说啊 他说 上帝 他说 盐中的果子都不可以 都可以吃 只有一颗素 不可以出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撒旦怎么跟 这个蛇怎么要跟他说 他说 上帝 启事 真说 看到没有 他加了一个问号 所以接着他就说 上帝啊 他敬畏你 是因为你保护他 你四面围里 把保护他 你让他一切所有的 都是 你的家园 他一切所有的 都是从你而来的 你意思就是说 都是上帝 你祝福他 你看他环境顺利的时候 他爱你 他敬畏你 这没什么了不起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你让我来毁掉 他的一切所有 他必当面 弃掉你 所以 撒旦 从一开始 在约伯纪 就让我们看见 他就是那一位 控告者 他就是那一个 挑拨离间的人 所以 好了 那约伯纪 我就不讲了 你们就可以知道 最后就是约伯就很惨了 是不是 约伯最后就 面临到很多的这些的苦难 好 那这些事 我们有机会的话 这个上约伯纪再去听了 但是弟兄姊妹 我就发现说 仇敌不是只有在那时候工作 你会发现 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就在我们周遭里面 我们都看见 撒旦这样子的作为 很多年前 我跟十五 因为我们在国外多年 那么所以我们跟这些 以前的神学院的校友 同学都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后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 Line的群组 叫做国度联系 那基本上就是把华神的校友 就是起初只有几个人 起初就是我们从北美的几个 我们认识了 加入加入加入 现在加入大概已经有差不多一百 可能有一百三到一百五之间了 那么这个校友 从早期的校友 包括这些什么苏文龙牧师 现在这个戴继中院长 还有之前的赖建国院长 还有这个 我们还有后面三十几届 四十几届的 反正都有加进来 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 可以说是 可能目前是 最有规模的一个校友群组了 所以大家也很珍惜这个校友群组 但是这个校友群组有时候就是散布 有时候会有一些的火花发生 为什么呢 传道人总是会有不同的 所以最近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姐妹 那么他就 他就po了一个信息 po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打疫苗 哎呀 那个中阴对照 那个医学啊 什么什么这些 洋洋傻傻的 那个弄了一个pdf档号 哎呀 我一看 我说 什么我们美国在这边吵的事情 你现在台湾也在吵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现在疫情升温 你懂得吗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疫情 都很关心这个疫苗的问题 以前我们在美国在这边 炉火炉驼 水孙火热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台湾 对不起 他们好像没什么感觉 现在他们开始升温了 所以这个讯息一po出来 哇就开始 就有人马上就有 就有人就说了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不要我们打疫苗吧 哇 我一看火花出来了 就表示说打疫苗 不打疫苗 这已经变成是两派了 你懂我意思吗 今天美国也是如此啊 是不是 现在这个战火延烧到台湾去了 我看了之后 那一天早上 我大概五点半的时候 我起来 我看了实在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我知道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会发生一些状况 所以我就赶快写了 把以前我们定的群规就放下去 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群组里面 请不谈政治 还有这些争议性的神学问题等等 我就把这个放下去了 放下去之后呢 这个Paul的姐妹呢 她还是不太能够 她就说 难道我们这个有个人的看法 意见不同 她说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神学院 受了毕业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这样讨论的这个美丽吧 等等的这些 哇 她讲了一堆的理由 但是呢 有更多的人就 就赞成 加一 就说赞成我 把这个群规放下去 告诉大家 不要再吵这个问题了 弟兄姊妹 我也要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不要再吵这个问题了 OK 你可以去拉说 嬷嬷牧师 她也不赞成打疫苗 你也可以去拉 甚至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 她也不赞成打疫苗 或者有人把那一个 有一个女的 这个她是在一个 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 这个讲了一堆东西 后来我去查她的底细 我发现说 她其实很多的东西就是 真的是false news 好了 兄姊妹 请问 打不打疫苗 跟一个人信业数有关系吗 也许她觉得 我带着一个旧事的心情 你打了疫苗以后 改变你的DNN了 你整个人就完了 以后一辈子就怎么样子 甚至变成是 666 下次我再讲 还有人这样讲 兄姊妹 我不需要继续 go into detail 但是我要讲的是 你会发现 我们人真是很可怜 我们很容易一件事情 就把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 就引出来了 就争执了 彼此指责 彼此控告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在家庭里面 是不是也是如此 家庭应该是彼此相爱的 可是魔鬼 他的工作 就是accuser 他今天叫先生来 accuser他的太太 他叫太太的accuser先生 你看 结婚到现在 这一辈子 我没有看过你做过家事 其实这种兜都不应该讲 真的没有 都没有做过家事吗 有吧 如果没有的话 悔改 跟你旁边说 没有 悔改 先生也是老是要控告太太 太太你看看 家里乱七八糟的 我在那边辛辛苦苦的赚钱 结果你家里都弄不好 你又没有工作 你怎么会弄不好的 都弄不好 刚好他回去那次 没有很干净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生活当中 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甚至今天吃什么饭 我们要去土购 要叫什么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我们很多的不同 因为这些不同 因此 我们就彼此很容易 就会开始指责对方 我们开始怪对方 我们开始 亲爱弟兄姊妹 什么时候 当你看见 我们彼此指责 什么时候彼此纷争的时候 你就看见 我们已经上了魔鬼的当 魔鬼就是那个accuser 而且他是那个false accuser 所以魔鬼撒旦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撒旦 撒旦不是撒旦 不是撒瓜蛋撒旦 撒旦他很聪明的 撒旦的这个原文 就是仇敌 就是敌对者 跟谁敌对 跟上帝敌对 跟神的旨意敌对 所以你看 以赛亚书里面 他很多次的提到说 七次 你算算看 我要 我要 我要说什么 他说我要 跟至上者同等 看到没有 魔鬼之所以在天上 他本来是天使掌 他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他骄傲自大 他想要与上帝同等 你看到没有 因此 魔鬼他一直以来 他就是敌对者 与神敌对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凡是与神敌对的 凡是与神敌一敌对的 那就是属于 撒旦的那一国的 因此教会 或者你的家庭 你要选择的不是 哪一个人说的对 你要选择的是 上帝的国度 你要选择的是 上帝的旨意 那么 这边接下来又讲到 撒旦的一个名字 叫做迷惑普天下的 迷惑普天下的 迷惑这个字 就是有误导 欺骗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撒旦是一个欺骗者 有没有 在约翰福音 第八章 讲到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请问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那么说谎的人 是他的什么 儿子 儿女 跟你旁边说 不要做魔鬼的儿女 所以话语很重要 说为什么耶稣说 说诚实的话 是就说 是不是就说 不是 若是多说 就是出于那 恶者 看到没有 有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 加油添触的问题 或者有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种习惯 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有的人讲话 有时候会有加油添触 有没有 也许你觉得 我都没什么问题 我这么多年 活到现在也都好好的 亲爱的兄弟们 那是我们今天 对你 旁边人对你太nice 如果今天主耶稣 再来 他会说 撒旦 退我去吧 你了解我意思吗 有的时候我们讲话 不准确 有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 也提醒弟兄姊妹们 你没有经过 证实的事情 不要随便的就去传 不能说不要随便 不要传 那你应该要 即便是一个事实的事情 你都应该要考虑 这个应不应该讲出去 是不是 求主帮助我们 撒旦就是那个敌对者 他与神敌对 他是那个迷惑者 他欺骗人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那么跟着他的呢 跟着他 不是只有魔鬼 不是只有撒旦 他一个人 魔鬼他是有军队的 他有国度的 因为在第四节上 他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一般传统的解释里面 就是讲他说 这个星辰就是 就是这个 像代表着这个天使 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 跟着他一起的堕落 所以魔鬼 他有军队的 他有国度的 他不是一个人的 所以你看见 戴伊犁在祷告的时候 波斯的什么 魔军 看到没有 波斯的国家 这个国家有一个魔军 那魔军 魔军当然下面有什么 有他的魔子民 对不对 有他的军队 有他的手下 所以你可以看见 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 你如果听到耶稣 在有一次赶鬼的时候 那哑巴鬼赶不出去 他说这一类的鬼 必须要怎么样 要禁食祷告 才能赶他出去 所以显然 这个鬼也有层级的 鬼也有十副长 也有百副长 也有这个营长 也有师长的 也有军长的 也有总司令的 你不要小看 以为说我们今天 看不见他 你看不见他 他看得见你 你看不见他 他存在 所以我们 要be aware 这一个属灵的征战 认识我们的仇敌 我们的仇敌 但是亲爱的兄姐妹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什么 在这个第九节里面说 第九节说 他说大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土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死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接着不仅仅讲了 讲了一次两次 他接着又讲什么 第十节说 他说我听见 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 国度并基督的权品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扣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让我们看见 虽然魔鬼在那个地方 处心纪律地想要来攻击基督徒 攻击他的儿女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我们知道魔鬼已经失败了 他已经被摔下去了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 那时候耶稣就预言了 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 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那么在约翰福音二十二章 也提到说 这个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看到没有 请你注意 我们刚刚讲说 他从哪里被摔下去 从哪里 天上被摔下来 是不是 摔到哪里 请记得 这个地方魔鬼不是已经over了 魔鬼不是说他已经是进入地狱火湖了 那个是要到后面 对不对 他到哪里去了 所以接着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 你看十二节 他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此时地狱海有祸了 看到没有 地狱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 他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弟兄姐妹 现在魔鬼在哪里 在地上 在天上 他已经没他的地位了 他原本是明亮之星 这个早晨之子 他原本是天使长 对不对 但是他堕落了 他被摔下去了 所以他在哪里 他在这个世界 他是这个世界的王 所以你知道吗 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 你要明白这一点 你要明白在你家庭里面的 发生的这些的争执 发生的这些的问题 你要看见那个背后 是撒旦的权势 已经在你们家里面 那你也要看见 今天教会 你看到的很多的问题 你看到这些事情 其实你没有看见 在背后那个仇敌的工作 弟兄姐妹 因为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 他就下到 那你请问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他下来做什么 养老吗 拿social security 是吗 撒旦下来做什么 retire 他retire from heaven to earth 是吗 他在地上做什么 撒旦很忙啊 退休之后干嘛 天上没他的事啊 他到地上啊 他到处拐 你看世界的王 看到没有 所以川普当不当总统 谁管啊 啊 Joe Biden 不是 我是说 川普当不当总统 谁在管啊 当然上帝在管啊 但是你要记得 撒旦是这世界的王 美国 从总统选举开始 纷争不断 你可以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发生 现在又 现在我想 大家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看到拜登 做的一些 这些措施 什么这些 什么乱来的 什么平等法案 什么LGBT的 这些 这些的平权法案 等等这些 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也觉得说 乱搞 真是好像是 好像这个 无人管的一样 我们就好像 想太替天行道 所以我们就开始 想要怎么样去 去 怎么样子 所以行程 有一些人就开始 变成是专门 就是 发布这些消息 到处 讲这个 到现在还有听到 有人说 什么时候 川普要重新再当 要出来 好像是突然一下 变成是一个 有人就说 是不是要政变 哎呀 咱们 兄姐妹 关心得太过头了 有时间 多多祷告 跟你旁边说 多多祷告 难道 难不成 你也帮他 去传递 他要再当 我不是 对不起 好 不谈了 兄姐妹 撒旦 今天在忙忙碌碌 做什么事情 圣经上告诉说 撒旦他 在地上 四处寻找 可吞吃的人 有没有 他在四处寻找 可吞吃的人 撒旦在地上 好像吼叫的狮子 四处在那边 寻找可吞吃的人 因此 彼得就免定 我们说 要警醒 不要 不要落入 撒旦的圈套里面 你不要以为 这些事情 无所谓 弟兄姐妹 你看什么 你每一天在那边 看什么新闻 你每天在那看什么视频 亲爱的 你要知道 你在 你在就在 不知不觉 你就是在受两个影响 一个就是你在受 这个撒旦的 这个国度的影响 另外一个你就是在受到 主的国度的影响 你要 你要读哪一个 多花点时间来读圣经 多花点时间来 来亲近神 那 听众所谓 所以 因这 因这仇敌 在这个世界 仍然在那个地方 处心积虑的想要 破坏他的教会 破坏主的工作 破坏基督徒的家庭 破坏基督徒的夫妻的关系 撒旦就在做这些事情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 怎么样子来胜过他 我今天没有时间 但是在这一段 圣经里面 讲到了不是只有一点 我只讲这一点 我先提这一点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好不好 第十一节跟我一起来练 弟兄胜过他 是因高扬的血 弟兄胜过他 是因高扬的血 这什么意思 这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流出的宝血 每次圣餐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 祭奠主的石 我们祭奠这个碑 象征着他的血 亲爱的兄姐妹 血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 如果你 这也是一个很大主题 我今天简单的说 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犯罪 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献祭 对不对 那么献祭 请问他献祭 献祭就要杀这个祭物 对不对 羊羔也好 鸽子也好 这个小的鸟也好 总之看你 总之这个祭物要流血 对不对 所以西伯伦书这边说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看到没有 所以旧约的时候 已经把这一个 待罪的羔羊 这一个观念 已经放在以色列人 这个祭祀的观念里面 到了耶稣基督 来的时候 你还记得 当施洗约翰 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 看啊 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约翰把旧约里面 那个献祭的观念 整个拉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让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 定在十架上面 他是那个 待罪的羔羊 待谁的罪 待你我的罪 所以你我 之所以跟神的关系断绝 是因为罪 使得我们跟他的关系断绝 那这个关系要怎么恢复呢 就必须解决罪的问题 解决这罪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所有的宗教都是想要赎罪 想要做好事 行善功 对不对 这些工作 在上帝眼前 这一切的善功 都不能够成就他的工作 神的救恩 完完全全是白白的 耶稣基督定在十架上面 已经做成了这个工作 Amen 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妹 可能是从佛教的背景 或者是从民间宗教的背景来的 信了耶稣之后 可能你还在想说 我在教会里面多奉献一点 我在教会里面多参一点福事 可以将我的罪数一数吧 你信的是耶稣 你不是信的妈祖 你信的不是这些民间的偶像 你信的不是阿拉 你信的不是这些其他的宗教 异教的偶像 你信的是这位耶稣基督 这个恩典是白白的 你相信吗 很多人很难相信 这也是传福音的好处 也是传福音的难处 有人就觉得说这么简单了 反而那个复杂的那些教 很多人会想要去了解 那个佛教有一些经典 读了半天读不懂的 他自己觉得自己追求得很厉害 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白白的 我们不需要因为 要让别人想要来追缘 这个深奥道理 我把它变得复杂 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 是白白的 Amen 有一对妇女 他们在大草原去旅行 结果就在这个旅行的当中 突然 发现这个有远远的地方 就开始有火过来了 所以这个火 这个火 就这个好像是那个 就那个山火 就这样一直烧烧烧 就有点是要往他们这个方向 就要过来了 所以这个小女孩 就抓着爸爸的手 说 他说 Daddy Daddy 我们要往哪边逃啊 爸爸就告诉他说 女儿 Don't worry Stay here 他说 这个地已经被烧过了 那个火烧不到这里的 我们不用跑 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钉在十架上面了 他已经付了这个代价 He paid the price 你不用再跑了 你只要在他的保险的里面 你就安全了 你就得着生命了 你就得着这个救恩了 Amen 所以你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信心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另外 耶稣基督的血 因着他的血能够升过某个月 代表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什么是使我们能够被我们惧怕的 罪 罪 使得我们会怕 对不对 所以仇敌知道 你有罪 他就有把柄 有一次马丁路德 当他在改教的当中 据教会的历史的传说 有一次魔鬼 他看见魔鬼带着一大碟的这个纸来见他 里面满满的都是他的 那么路德就问他说 这是什么 他说 这就是你所犯的罪 好 那么路德看了之后 看上面写的 确实 确实都是他的罪 甚至有一些 他自己都忘掉了 上面的罪都还写在那边 他就说 他说是的 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然后他就问撒旦说 他说撒旦 那我所有的罪都在这里吗 撒旦笑说 还不止呢 他说那你把你 我所有的罪都拿来吧 魔鬼就又去 带了更大的一碟的这些罪 把他这个纸张来到这边上面 都是他的罪状 然后告诉说 你看 这些都是你的罪 是不是 马丁路德看了之后 他说 是的 都是我的罪 还有吗 结果这个魔鬼就说 他说没有了 都在这里了 那马丁路德就很正经地走到书台那边去 用笔沾了这个墨水 红色的墨水 然后就翻开这个卷子 上面写着说 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洗尽我一切的罪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胜过祂是因为高扬的血 所以你不要容许罪 有罪每个人都会犯罪 但是要认罪 所以第二步 因高扬的血的意思就是 你要活在一个 一个没有罪 所控告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有罪你就要认罪 有罪就要认罪 你说认到什么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认罪的人生 你没有一天 你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 你都没有办法说 我没有罪了 什么时候犯罪 什么时候认罪 主的恩典 主的保险就再次写禁 那么当然这是 好像看起来比较消极 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过一个圣罪的生活 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里面没有罪的沾染的时候 你会发现 撒旦就不能够赖和我们 撒旦也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们 今天你看见一些 一些有名的牧师 出事情 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污秽了 什么问题还沾了污点了 仇敌这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了 你没有办法在他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 无亏的良心 每一天醒察自己 在主的面前 保持一个无亏的良心 最后 最后 好 最后这不是这一段经文讲的 但是最最最最最最后 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说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 是祷告 你可以看见 这个保罗在以夫所书里面提到说 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是不是 他多次提到 为我醒醒不觉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什么 保罗讲了以夫所书 整个第六章 在讲属灵征战 当然前面要带上全副的军装 等等这些好 但是呢 后面最后面 他讲的一个东西 你会发现 所有的都是一个防守的 只有什么 只有什么 祷告 祷告 然后呢 用神的话 用神的话来祷告 这就是我们导读的依据 用神的话来祷告 所以这是攻击的 只有这个 其他的都是防守的 防守的这个装备 所以呢 我们今天面对仇敌 我们要进一步还能够攻击 亲爱的兄弟们 祷告 不仅仅是个人要祷告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团体也要祷告 家庭要同心合一祷告 好 你看见这个 马太福音18章 19节 20节 我在祷告会里面 曾经提过 我就不多讲 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 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 前面对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的同在是根据什么 同心合一的祷告 跟你旁边说 同心合一的祷告 一群在一起 你会发现 同心合一祷告是最困难的 越属灵的人越难同心 同心合一祷告很难的 夫妻在一起祷告 容易不容易 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 我常常要这些 要结婚的人 叫他们要夫妻开始 两个人要开始 准备结婚的 要开始一起祷告 我发现很困难 我发现很困难 但是如果能够照着做 能够做得好的 他的婚姻 我觉得我可以放心 你懂我说意思吗 亲爱的朋友准备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家里面的问题在哪 夫妻之间的问题在哪里 孩子的问题在哪里 你会发现 孩子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家里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你讲的都是问题 但亲爱的朋友 我请问过你 这些问题从哪边来 如果你只看到问题 你就永远是在一个挫折 一个软弱 一个循环的里面 但是你要看见 这是仇敌的工作 仇敌借着我们的老我 借着我们肉体 使得我们中间 会产生这些不合一 但是亲爱的兄姊妹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 同心合一的祷告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这个小Kevin才九岁十岁的时候 智慧还记得吧 不知道Kevin还记不记得 我还记得九岁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孝涛还没有信主 常常这个智慧 带着Kevin来早上承岛的时候 有时候或者不一定是在承岛 反正就是说 哎呀牧师啊 我们为先生祷告 他说我们也一直在 他只会带着两个儿子 常常为先生的信主祷告 感谢主啊 经过几年之后 想到信主了 现在是他们可以 夫妻一起参加承岛 他们夫妻可以 全家可以一起祷告了 亲爱的兄姊妹 如果你家里面 还有人没有信主 你的先生问 你他还没有信主呢 你说哎呀 那我怎么跟他同心祷告 他根本不信主啊 没关系 你找一个可以跟你同心祷告的 也许是你儿子 也许是你女儿 或者是如果不是自己家里面的人 你找一个姐妹 或者找其他的人 跟你一起同心和也的祷告 你要看见上帝做事 Amen 亲爱的兄姊妹 同样的教会也如此 教会面对这个属灵的征载 我告诉你 魔鬼不怕你开了多少会 魔鬼不怕你做了多少决定 魔鬼怕的是什么 马太福音18章这边讲 前面说 在地上捆绑 天上就捆绑 在地上释放 天上就释放 亲爱的兄姊妹 那个权柄从哪里来 同心合意的求什么 团系小组 记得我这句话 所以我们教会 是老生常谈的 从我寄来的时候 我推导读 其实导读好处在哪里 导读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一个人 你也可以两个人 你可以三个人 你可以一个小组一起导读 亲爱的兄姊妹 最近台湾教会 在推动这个叫做 RPG复兴祷告小组 其实讲穿了 就是一个祷告小组 那内容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人是一个 就有他的一个方式 也有的人用导读 在这里面 我今天不过over这些细节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亲爱的兄姊妹 我发现这一切的运动 我发现这一切的东西 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你愿意 就是我们愿意 懂这意思吗 台湾教会今天到达 这个一推就能够推起来 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 许多的人在那个地方祷告 许多的人在那边的祷告 团体的祷告 牧师们聚集 一起祷告 所以更多的祷告 整个鼠林的风气开始改变 人的心开始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听到说 我们要一起祷告 大家就好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家庭夫妻就在一起祷告 家庭就可以成为一个 复兴祷告小组 Amen 兄姊妹 如果我们真看见 耶稣说的这一段话是真实的 你就照着去做吧 Amen 跟你旁边说 你就照着去做吧 不用讲太多道理了 照着去做 让我们真是看见 神要在我们中间来工作 好 兄姊妹 现在 我们就来 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来祭奠主 我们来领圣餐 谢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吧 我们有点时间 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们里面有任何一些 罪 不讨神喜悦 主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省茶 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 主耶稣的宝血 能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但是条件是什么 是我们愿意认罪 不认罪 主耶稣的宝血 不会遮盖我们 好不好 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前 心茶 我们直接来跟主 祷告认罪 谢谢olph 谢谢 主耶稣赦免我们 在我们里面 别人看不见 隐藏的这些的骄傲 被你纷争嫉妒仇恨 不原谅人 主啊 如果你纠察罪孽 谁能在你的面前 占你的主呢 主啊 我们只能够在你面前说 主啊 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 主 谢谢你 你的保血永远的有功效 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你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亲爱的主啊 你的话清楚明白的 应许 什么时候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你就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个无亏的良心 坦然势力在你的面前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 开启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头脑所能够明白的 只有你圣灵开启我们 我们才能看见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 谢谢耶稣 谢谢你 主 为着你所为我们所流的血 我们感谢赞美不尽 愿主耶稣基督洁净我们 耶稣也保守我们 让我们不定性 天天在你面前过一个认罪的生活 也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靠着你 能够胜过魔鬼 能够过一个得胜罪恶的生活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拉起柄来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请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您说 饭后耶稣又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愿 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这个杯 主我们谢谢你 主今天再一次 让我们想到 我们今天站在这一个恩典的 这一个土地 主啊 是因着你的宝血所遮盖的 所以大风大浪 仇敌 无情的攻击 都不能够伤害我们 耶稣 因为你已经替我们付了这个重价 买赎了我们 如今我们是属里的 亲爱的主耶稣 是被你的印记所印的 亲爱的主啊 仇敌在我们里面 没有任何的权势 谢谢耶稣 因为在我们里面 比在这个世界的更大 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